只花两天,如何走完独库公路 从库车出发时,记得先加个油 千万别在车上睡觉 这一段由南到北 你会欣赏到近十处景点 分布在道路两侧 南段毕达卡的天山神秘大峡谷 被称为中国最美的十大峡谷之一 门票41,如果感兴趣 建议参观时长半天 继续出发经过景陵公路的大小龙池 无需门票,路边有观景台 可以下车拍照打卡 毕达卡的大龙池 大龙池是独库公路沿线最大的湖泊 小龙池碧绿幽深,像一颗绿宝石 镶嵌在天山腹底 视觉体验感非常不错 随后过库车卡子 经过一段非常险峻的盘山公路 穿过铁丽买提打板 进巴音布鲁克草原 晚上住那拉提阿拉扇民宿 第二天去乔亚马列士陵园 缅怀先烈 接着翻越海拔3390米的哈希勒根 在冰打板上吃个西瓜 夏天瞬间清凉了 来到独库公路北段 从乔亚马到独山子 一共135公里 可以在守护天山石碑 拍照留念继续出发过牢湖口 不久后 你将会看到从天山之巅 奔流而下的瀑布 瀑布下面还有一个雪龙湖 这里也是北段最火的艺术大开点 随后直奔独山子 可以去独库公路博物馆参观一下 最后去独山子大峡谷 领略壮丽的风光 独库之旅就画上了完美句号啦 想去的抓紧时间 错过了又要等一年哦 导演